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緊接著我們來關注一下 現在韓國瑜大動作在整頓立院嗎 那他出手整頓也被問到了 總務處長的人事案 因為我們昨天有提到說 被拔關了嘛 那韓國瑜今天又怎麼回答呢 我們來聽一下 大家早 院長處長的異動是不是有些群音 好 謝謝大家 是跟他之前的裝潢會有關係嗎 謝謝 對 問到這個問題 看起來韓國瑜是用低調的方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來做回應 可能也是要避免一些綠媒 來特別做文章 那我們看一下 他在臉書上頭有貼 就是說我心中有中立的一把尺 更有為台灣做事的信念 重大公共建設攸關人民生活的大小事 只有綜合評估該不該做 專業計畫可不可行 沒有立場的這個政治立場的問題 傾聽民意勇於表達主張想法 然後更要求這個中立客觀 尊重專業 持平主持議事來維繫國會的和諧 這是他對於自己的一個做法以及信念 要對大家傳達出來的 那我們看昨天董哥其實就在我們的節目上頭 就有提到這一次被拔關的這一位 這個總務處的這個 算處長吧 這個周杰 他說呢 其實說他有一點派 有一點兇 因為葉原只講 他說有記者想要拍立委的辦公室 結果立委員某處市的主管 態度兇悍 說那只能拍你能不能拍其他人的 那該主管當天還守在中心大樓 不讓記者進入 這真的是滿傻眼的 通常記者好像沒有 沒有道理可以讓他這樣子攔下來 再來 這個董哥就講說 這一位超派的 就是周杰啊 那亮哥的解析 他說韓國瑜這個動作是聰明的 覺得帳目不乾淨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換兩張桌子 所以兩個都有就氣炸了 怎麼都是他 這個問題都出在他 所以才會這樣子 先從他來開刀 還有韓國瑜也要整頓立院 還要求說 官員們要寫作文自省 他搬出了陸頂記裡頭 康熙皇帝讓韋小寶 選指揮官代兵打 神龍教 有的人有才華 但個性強 善應用 而有的人一心想要討好 則要注意 勉勵各個單位的主管 要以此標準來檢視同仁 那他在2月29號的願務會議上頭 就要求各單位的主管針對 過去現在未來自省 要寫一篇這個檢討的小作文 那他的用人之術呢 現在大家傳出來說 好像要借降 就是盧秀燕 等於說他新任的總務處長 選中了台中市的新聞局副局長 廖炯志來出任 那現在台中市府已經收到了 立院的商調函 那廖炯志面對到媒體的詢問 就是低調的說 謝謝關心 那看看楊明哥的一個解析 他說 韓國瑜換上一個跟立院過去公務員 事務關係統完全不一樣的處長 是在於要排除過去的包袱 這是韓的用意 希望立院的公務人員 能夠看懂這個人事布局 另外 現在看起來民主基金會要卡韓了嗎 偷偷還改了這個董事會的名單 因為我們昨天有講說 明明是依照政黨比例 那怎麼會民進黨比起國民黨還要多一位 所以呢 今天好像他們就又把這個代表比例給改回來了 就是把這個多的那一位 就是羅志正給拿掉了 那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在三月要來改選 依照慣例的話就是立院的這個龍頭 院長要來接任董事長 那其實董事名單當中 政黨比例3月6號才被改成綠五藍四白一 這是違背組織章程的 那不過呢 因為媒體揭露出來 所以3月13號又晚上 就昨天晚間 才又把它改成441 那被拿掉的那一席就是羅志正 那我們看看 這個韓辦也有對此回應 原本昨天還有什麼上報的獨家消息說 韓國瑜可能不想做啦 可能要被架空啦 那但是韓辦最近回應是說 願任民主幫手 尊重相關改任的綠成 也期許如果有機會爭取到相關的職務的時候 能夠盡己之力 做到超然專業 也就是說反駁了昨天 媒體所謂獨家消息說 他不想做這件事情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宏偉委員提到了 現在民進黨想要掌控 這個民主基金會 除了卡韓 架空韓 其實最重要是要確保自己的綠油油小金庫的資金鏈 這種國家就是我家吃乾抹禁毫不手軟的行為 真的是讓人無法接受 為什麼要這樣處心積慮的卡韓呢 就是綠這樣子不放手 有貓膩嘛 我們看看他這個民主基金會有1.8億的預算 那所以呢 他就是要擔任二鬼外交的重責 那既然責成是以這個立院的院長為首 那董事會為政黨的這個為主代表 實在不應該淪為任何一個政黨的禁鸞 或是小金庫 但是你看這個綠營好像不打算鬆手 所以這其中恐怕真的是有什麼貓膩 你才讓綠營現在處心積慮要來卡韓 這首先我們來問一下小金 這個卡韓已經卡第四次了 我們立法院才開始沒有多久 已經卡第四次了 第一次是大家想到了台灣民主基金會 然後民進黨就是有放話 匿名的消息說不見得要有慣例 讓立法院長出任董事長 那時候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當時民主基金會成立的時候 就一直以來慣例都是如此 怎麼可以因為今天立法院長變國民黨的 你就講說我們就不要依慣例了 這不是兒戲嗎 所以他們就有點退了 退了之後退而求其次 他們就開始卡什麼卡執行長 吳四瑶就跳出來講說 執行長依照慣例都是用總統來選的 但實際上組織章誠寫得非常明確 執行長就是由董事長提名之後 由董事會同意通過 而且是執行董事長的命令 所以這個章誠就寫了嘛 我質詢的時候也問吳釗寫 他也同意嘛 能怎樣掰一隻黑字寫了 又打臉了民進黨他們又退了 那第三個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可以增加董事席次 所以他們在沒有召開董事會 跟臨時董事會的情況之下 片面的突然去修改了 就是那些這個席次 應該我們這次應該是 國民黨五席 然後民進黨四席 然後民眾黨一席 他才是一個正確的 按照政黨比例的分配嘛 可是他們昨天前天 突然改成這個441 這個非常奇怪 因為一直到昨天晚上的時候 又改回來 甚至他們還去把羅志正 跟另外一個胃白骨 把他們的次序調換了 就你要知道這些董事的名單 他是不應該在沒有開會的情況下 擅自去改動的 但是民主基金會去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值得譴責啦 那所以說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又開始去談說 那到底你看喔 過去 林佳龍 那個什麼游錫坤任內的執行長 是一個叫黃玉玲 他是誰 他就是林佳龍的左右手 他有外交專業嗎 他沒有外交專業 他以前做土木的 然後林佳龍去哪裡 結果他就去哪裡 甚至當時他辭掉一個官位的時候 林佳龍還講說他未來 這個他還放話說 未來他要去更好的地方當官 結果就是做了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現在韓國瑜他預計想要提名的人 是一個1972年出生的教授 政大外交系的老師 而且相當專業 也做過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對 那年輕有為又專業 然後結果呢 也會來我們這邊當來賓 對 你要打他 然後呢 這種沒有專業派系仇雍 你要讓他繼續當 這個有道理可言嗎 這叫做你在乎外交嗎 所以台灣民主基金會 不應該是小金庫 那民進黨很喜歡講說 他國民黨也有申請補助 不是 我們是有補助要點的 補助要點裡面的辦法 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你要跟民主外交人權相關的 比方說政黨要推動政黨外交 讓其他國家知道這個政黨在做什麼 這個OK 所以國民黨都有按照補助要點去申請 可是賴清德把他拿去打選戰 誰不知道國務卿是去幫忙服選的 選舉期間國務卿都在幫忙服選 結果最大的那個場次 竟然是用民主基金會的錢 拿人民的納稅錢去幫自己選舉 這個是不能再更糟糕的行為了 聽到那個董哥 談到周杰 我回想起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 我的確也被周杰罵過 我也被他酸過 我們就可能就問個立法院的一些 預算的一些東西 然後他就 我跟你講在立法院當記者 基本上多多少少都被他念過 他就會突然爆氣凶你一下 後來就已讀不回 就消失了 我們有截稿的時間壓力 所以我們最後一集就帶說 截稿之前尚未回覆 做個交代 但問題是他的確態度就像董哥講的 真的是還蠻凶的 就是至少立法院的記者 應該都有吃過他的虧 那問題是哪來的底氣讓他這麼凶 這個是個大問題 為什麼周杰可以在立法院這麼凶 然後面對記者 甚至可能有些立委被他凶過 有些可能比較 資歷比較淺的立委 上一任的立委 可能也被他凶過 被他大小眼對待 是誰在背後給他撐腰的 這個是個大問題 因為今天被找出說 包括說 這個要整頓這些人士 移植搬過去要多少錢 甚至我還之前查到說 我之前在立法院跑新聞的時候 常常覺得有一件事 我覺得特別不對勁 為什麼立法院要裝免制馬桶這件事情 這個還不是專門給立委用的 很多公職人員可能 都可以用到免制馬桶這東西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真的用得到嗎 然後我後來去查一下資料 發現的確2017年 好像有編了一百六十幾萬的預算 去做這個免制馬桶這件事情 那後來呢 免制馬桶大家弄開開心之後 當然立委當然也不會講什麼 畢竟大家都使用者 可是問題是 你是全中華民國第一個機關 使用免制馬桶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奇妙 莫名其妙 那當中有沒有問題 不知道 那現在韓國瑜看起來 他除了查之外 會不會查 我覺得可能大家也期待說 過去立法院在新進這些預算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貓膩存在 那看得出來 現在看起來很多民進黨 看到韓國瑜要動作 開始要卡韓 因為說一句白話 可能叫黨人財路 這可能就是一個白話 那卡韓卡到現在 坦白講 光是這個民主基金會 我覺得繼續卡下去 對民進黨的反應是扣分的 會覺得說你為什麼要 要針對韓國瑜 韓國瑜他在議場上 這個主持的時候 他有偏袒國民黨或民進黨嗎 其實都沒有 大家看得出來他比較公正 那這個公正的形象 也自然而然的 在這件事情上凸顯上 民進黨如果繼續卡韓的話 是不太合理的 如果說韓國瑜在立法院 他在主持議事是 他有偏袒國民黨 比較明顯的話 你去卡韓 你說他可能為了政黨怎麼樣 或可能會有利益什麼的 那我覺得可能看起來 民進黨會有情有可能的因素在 可是問題是 人家做一個非常操然的身分 然後你還去卡他 我覺得怎麼看都不太合理 好 來請教惠恩哥 我覺得這個 不是很有營養的題目 就是所謂的總務處長 因為是韓國瑜 所以大家就一直討論這個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立法院院長他去 針對立法院的行政部門做調整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的 這麼的關注 就是媒體有病 然後民主基金會 韓國瑜太急了 你都還沒拿到董事長 你找執行長幹嘛 董事長一定是你 都還沒有改選 你就去找執行長 你在急什麼 好 那我看到王宏偉委員 剛好他今天沒有來 狠狠的批評他 他一直針對事情 你為什麼一定要搶這個資源 所以民主基金會的國會外交 從以前的王金平 到後來的蘇嘉全到游錫坤 都是在鬼打架 我們國家的處境 是有什麼資源做國會外交 那些我們去互訪的 或是我們邀訪的這些 這些國會議員 他就是拿我們的補助 來吃吃喝喝來觀光 那真正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 被打壓的時候 他們能幹嘛 他們就是寫寫臉書寫寫推特 給你生元節他能幹嘛 怎麼會想說 用民主基金會去做外交 這個就是自己騙自己 那韓國瑜一直想要 從這個民主基金會去做外交 你的職務是立法院長 你不是外交部長 好像巧欣他是立法委員 他不是 他外交干你什麼事 你又不是 你是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那你不是外交官 你不是外交部長 對不對 你可以質詢外交部 可是不是要你去做外交 怎麼你去做外交 我昨天在簽證節目講說 一個立委 巧欣一定還沒領過 一年有20萬 這個望者可能知道 他一年有20萬 出國的經費 他們出國經費的名目叫做 國會外交 這個宅宣我很快講完 譬如說 我今天跟著江啟成去日本 他剛從日本回來 我只要拿那個登基證 那我這個跟著江啟成出訪 譬如說我是立委 可能是全程由委員會 或是理法院的公務預算支出的 可是當我拿到這個登基證 因為坐飛機 我拿登基證回來之後 我就叫我的助理去報帳 去報這個機票 我可能 因為我一年有20萬 可能這一張登基證 可能報個2萬 這2萬我就放口袋 我就說我出國考察 可是我去出國考察的那個錢 是公費 可是我就報一筆出國考察 這2萬就變成我的 我跟各位講 我講的這個是舊文 十幾年前舊人去檢舉的 但是這個檢調單位 我一看是立法院沒有人敢辦 真的 我講的是舊的 這個人家早就檢舉過了 這個是韓國瑜跟江啟成 去參加傅昆奇提案的這個連署 所以他才會寫那個臉書說 我心中有一把什麼詞那個 那個是騙人的 因為觀眾朋友你看 國民黨的立委有這麼多 巧希妳有簽名嗎 我不曉得 有 因為那好像黨團的 黨團要簽的 因為這個簽 只要有15個人就提案了 你的院會的 委員會3個人 院會15個人 你韓國瑜跟江啟成 你幹嘛去簽 觀眾朋友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我差兩個人 然後你來幫我簽到 你這幾十個 那已經超過應有的名額了 傅昆奇在那邊瞎掰說 王金平當院長的時候 也有連署提案過 對 王金平去簽什麼案子 當年的生物醫藥發展條例 就是生計這些東西 王金平他兼職的是什麼 財團法人生計醫療科技 這名字那麼長 不念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叫做社團法人 這個就所謂的生策會 簡稱叫生策會 有社團法人 也有財團法人 然後王院長去連署這個案子 生物醫藥發展條例 我不太會念 立法院長應該參加連署提案 當然不應該 這是你想什麼 你是院長 你不是委員 那我就請問傅昆奇 你要叫韓國瑜跟王金平看齊嗎 韓國瑜你為什麼要跟傅昆奇 一搭一唱 對不對 你又不是說你表決的時候少 立法院長也沒有再參加表決的 柯建銘講的是對的 你沒有必要這樣去消費他 你院長最後的工作是主持草野協商 你要協調各三個政黨 而不是在這上面表現 你可以說支持 我支持這個 譬如說環島的高速鐵路 或者國道6號 但是你去參加連署 這怎麼看都是錯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 這是大家介紹的 人 ride 支持